智能汽车孔乘骇客攻击目标 当科技越来越进步的同时 也带来潜在的风险 现代汽车越来越仰赖科技 同时也成为骇客攻击的高风险族群 一位熟练的骇客可以进入车内的APP 车内娱乐中心 车上诊断气筒 安全气囊 汽车锁 甚至是重要配件如刹车与引擎 据报 骇客也可以透过汽车内的移动网络 无线网络以及蓝牙入侵 一旦连线 骇客可以将篡改过的恶意城市安装在车内 许多新款车种含有超过100枚处理器 比起旧款车 存在更多骇客与窃取各自的风险 去年光是在伦敦 软体漏洞就导致超过6000台汽车被窃到